我心爱的柳如烟把一颗真心放在竹马一腾城身上 一腾城骂他辱他打针暴力 可是柳如烟却甘之如疑 我劝柳如烟离开一腾城 柳如烟却说我善度没安好心 后来我不再爱他我选择离开他 柳如烟却疯了一班求我回到他的身边 那天晚上柳如烟来到我家 我看着他一身的伤痕一不避体就知道 他又一次被一腾城给欺负了 奄奄走我们一起去找一腾城算账 我心疼柳如烟只因我当他是我的白月光益男嫔 柳如烟借我要为他出头去打一腾城 连忙拉住了我离子清不要 一腾城他只是今天赌钱输了心情不好 再加上他喝了点酒所以才打了我我心中冷笑 我一直在舔着柳如烟 而柳如烟又何尝不是 一直在做一腾城的女舔狗呢 一腾城辱他千百遍他带一腾城入初恋 我看着柳如烟驳梗梗出的纳朵 桃花印以及身上的掌印特别的明显 分明是一腾城先跟他温存一番 然后再完够了以后又是一顿胖揍 即便如此当我说要出手去对付一腾城的时候 柳如烟还是对一腾城百般维护 生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我弄到烟烟你怎么还在替那个渣男说话 他花你的钱无条件享受着你的好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你的打骂柳如烟擦干了眼泪 却对我冷然不许你这样说一腾城 你知不知道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瞧这枚戒指就是一腾城送给我的 说着柳如烟拿出了一枚揣在那兜里的戒指 我失笑 这种廉价戒指在路边摊几十块钱批发十几枚 可是柳如烟还把这种东西当成 一腾城对自己的誓言而珍藏起来 柳如烟的家庭一直不错 可是他偏偏对一切的 门当户对都当成对爱情的亵渎 他就是不走寻常路 好像越是突破世俗的爱恋 越能彰显出自己的伟大 所以他痴迷于穷混混一腾城 一腾城的所有叛逆在他眼里都是闪光点 一腾城的不良嗜好也被他当成理所当然 他觉得一腾城只是还太年轻 过了青春期就会懂事 就能负担起对自己的责任 柳如烟你醒醒吧 一枚路边戒指 或是一餐麻辣烫就能让你迷恋不紧 那个渣男到底给你喝下了什么迷魂汤 虽然他的身上还残留着一腾城给他带来的伤痛 但是柳如烟交喝着为一腾城辩解 子清你不懂得一腾城的真心 你无法融入他的世界 一腾城虽然家庭破败 但是他一直很上进 而且他对我也是真心的 我都笑不活了 家庭破败是真的 上进吗 难道泡妞打针骗女孩子前也算是上进吗 如果说用廉价礼物和毒打 来回报柳如烟算真心的话 那么一腾城倒还是真有几分真心在身上的 我劝道 烟烟你有没有为你的爸爸和妈妈想过 你要两位老人家胃不争气的你操多少心啊 你自己的人生呢 你就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堵在一个烂人身上 柳如烟的神色间充满了愤怒 李子清我就说过你不了解一腾城 他很好他才不是烂人 秃得柳如烟的手机灵音响了起来 看到这阻来电号码柳如烟马上就换了脸色 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欣喜 他忘掉刚刚是谁打了他为老公烟烟好想你 我看着柳如烟拿着手机的手臂上还有红肿 连手机都拿不稳了 却还在向一腾城献着殷勤 手机中的免提声音是我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 一腾城用硬气的语音高声喝道 柳如烟你他妈死哪去了 是不是又找李子清那只舔狗了 柳如烟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语气焦急地说道 老公你别误会 李子清舔我是他的事 我从来没想过会跟他发生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我马上就走 一边说着柳如烟一边推开了我的房门走了出去 我脸现苦笑 我在柳如烟的眼里竟然这么不值钱 我的真心真的不如就喂了狗 我在想也许是该到放手的时候了 突得只见一个男人带着一群人围住了柳如烟 柳如烟历时就怕了爸爸明明怎么来了 马上柳如烟就一脸的怒意 向我喝倒李子清 是你打电话把我爸爸叫来的吧 你以为你让我爸爸出头 就可以阻断我跟伊藤诚的联系吗 你死了这条心吧 除了伊藤诚 我是不会再爱上别人的 这辈子我的心里都容不下你这个臭甜狗 我苦笑 爱他的他不懂得珍惜 打他的他却视如珍宝 叔叔看到了他身上的伤 和脖子上的桃花印 气得如雷轰顶 柳如烟瞧瞧你那个男朋友 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赶紧地跟我回家 咱们再报警 把那混蛋送进去橘子里 柳如烟一向很任性 他不惧怕自己父亲 给自己的任何威胁 但是他却不能忍受别人给他 心爱的伊藤诚 带来一点点的伤害 为了伊藤诚 他给爸爸跪了下去 爸爸放过伊藤诚吧 伊藤诚只是喝了点酒 不小心碰了我一点点 我看着柳如烟不住地摇头 他所说的那一点点 遍布身体的好多处皮肤 喝了酒就可以随便碰它 那么柳如烟是不是太那个了 柳叔叔连忙心疼地 扶起了柳如烟 小烟你懂点事吧 哎 从今天开开始 你回家住吧 我会断了你的信用卡 柳如烟急到不不要爸爸 柳如烟拿着家里的钱 养着伊藤诚 还号称是在浪漫流浪 没有了家人的经济支持 那就是在要饭了 而不是流浪 这么理直气壮的花家里的钱 他是怎么做到的 是伊藤诚给他的勇气吗 柳如烟终究还是拗不过柳叔叔 他被柳叔叔扭送走了 我还记得柳如烟 在回转头的那一刻 向我投来的眼神十分的邪恶 大概他把这一切 全都怪罪到我的身上 我也是十分的烦闷 准备去餐馆喝点酒排遣一下 可是巧合的事 伊藤诚竟然跟几个哥们 也在这里喝酒 伊藤诚一边喝着酒 一边借着酒衣不停地鼓吹着 哥们那件带血的床单 还留在我的柜子里呢 别看柳如烟 是大家小姐在我面前 那可是纯母狗 一旁的狐朋狗友 也都显得十分的兴奋 可以呀依绍柳如烟的追求者 可不少呢 偏偏他就给你当母狗兄弟 真是有一套啊 我看着伊藤诚那一副得意的样子 一股恶心的反胃感 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 我冲上去死死地 抓住伊藤诚的驳稿 傻逼人在做天在看 你这种渣男PUA 海王吃早要遭报应 可是伊藤诚却是一脸的不在意 似乎我抓得他越紧 他就越兴奋 伊藤诚一脸邪恶地笑着 抓了半天还不动手吗 李子清怪不得你不讨女人喜欢 根本就没有一点 男人该有的魄力一边说着 伊藤诚一边拿出自己的手机 他在手机上点开了一段视频 当我的眼睛触及到 这视频的一瞬呢 呼吸都仿佛停止了 只见柳如烟跪倒在地上 他那飘逸的长发 被男人狠狠地抓着 头颅被伊藤诚不停地抽打 可是他的眼神却充满了迷醉 声音中也带有着讨好的情绪 老公我会学乖的老公 我错了 下一回我一定会在家里 多拿出来些钱给你 啪啪虽然柳如烟百般求饶 却依然逃不过伊藤诚的千般毒打 看着视频里柳如烟那一声声惨叫 我的心里如同堵上了一堵厚厚的墙 李子清你这种软男 小心翼翼的舔狗 对于柳如烟来说 实在是无惧透顶了 看到没有 你惺惺念念的女神 在我这里只是一条 任我容力的母狗 哈哈伊藤诚和他的朋友们 全都放声大笑 那笑声让我都快吐出酸水 原来在柳如烟的眼中 我的全部付出 都还不如伊藤诚的一顿毒打 我忍不住了 终于跟伊藤诚动了手 可是伊藤诚身旁的朋友们 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一用而上 我被他们按倒在地上 伊藤诚敷在我的耳边 轻声地低语着李子清 我告诉你 柳如烟是一个白虎呢 他的身上连一个黑点儿都没有 但只是想一想 你会不会流口水 我怒了 我想冲上来 再跟伊藤诚拼一拼 刚挣扎着站起身来 却见到一道身影抢上前来 是柳如烟不知何时 他已经逃出了家里人的监管 他狠狠地甩了我两击大巴掌 李子清你这个恶毒男 既然来打伊藤诚 你是怎么敢的 此时的我一身伤痕 全都是被伊藤诚和他的朋友们打的 而柳如烟却不在乎我的伤痕 只要是我跟柳如烟产生了矛盾 那就一定是我的错 柳如烟一边为伊藤诚处理着伤口 一边看着疼得缩在一角的我 他向我愤怒地大吼着李子清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跟伊藤诚的事情要你来管 为什么你跟我的爸爸和妈妈 都要过问我的事情 伊藤诚是真心爱我的 你们就这么想拆散一对 真心相爱的情侣吗 而那个伊藤诚 则是故意摆出一个痛苦的状态 他爱抚着柳如烟的肩头 在他的脖梗上 深深地印上了一个梅花印 仿佛是在故意向我示威伊藤诚 摆出痛苦状 向柳如烟告状小烟 他都已经打了我好多回了 我是看在你跟他是朋友的份上 一再忍让李子清 可是没想到他总是变本加厉 这一次居然又再主动来找我 哎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呀 好腾丝真的很难忍开玩笑 明明是他们把我打到快吐血了 现在他却当着柳如烟的面 装作非常痛苦 而我却成了行凶的那一个 柳如烟不停地爱抚着伊藤诚 说到阿念你忍着点儿 我马上就送你去医院 而柳如烟一边抚着伊藤诚 一边向我怒喝到李子清 你的王八蛋 除了挑把我跟阿念 你还会干点儿什么 你真的以为你是我的谁啊 记住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出 这么没有边界感的事情 李子清你真特么让我恶心 伊藤诚跟着柳如烟的脚步 向外面走去 回过头一脸邪恶的笑意 向我说到李子清听到了吧 离我的女人远点 你是一个令他觉得恶心的男人 然后伊藤诚向我比划出一个口型 那个口型我看得十分地明白 他是母狗 我干得豪爽 哄我立刻就被气得晕了过去 我为自己的不争气感到懊恼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只见我的爸妈 以及柳如烟的爸爸和妈妈都在 子清你没事就好 柳如烟的妈妈双目红肿 显然是刚刚哭过的 而柳如烟的爸爸 则是说到子清爸妈 你们家子清没什么事 我也就放心了 哎 都是我家那个不孝女害的 如果子清真的出了什么事 即便我家柳如烟是我的亲女儿 我也一定不会放过她 我爸爸和妈妈十分地心疼我 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 也难免有些难听 可是柳如烟的双亲 也只有听喝的份 他们因为理亏 也并没有反对 你们家柳如烟 到底对子清有多大的仇恨 才会下这么狠的手呀 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在你们两位的面子上 我们肯定要报警追究责任 柳如烟的双亲 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大哥你们说得对 我们这两个当家长的 也是操碎了心癌 等我们找到了他一家 让他回来给子清低头认错 我淡笑 都到这种地步了 如果我还执迷不悟 那不真成了傻子吗 我说到叔叔阿姨不用了 自这一刻开始 我跟柳如烟再也没有半点的关系了 几位长辈都看着我 他们好像很难相信这个事实 我跟柳如烟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我宠他就像宠着我眼里的珍珠 我爱他就像爱天上的明月 他想要的一切我都拿给他 他在我这里我是无条件的给予 我就好像是上天特意许给他的舔狗 他可以在我的眼前无尽地放肆 我从来不跟他计较 我包容着他的一切 在所有人的眼中 我可以不理会任何人 但是我却一定会一生一世 对柳如烟好 我妈妈一问道 儿子你确定你真的不会 在乎柳如烟了吗 认识他这么多年 也爱了他这么多年 但是我好像忽然间 对他再也没有了任何的波澜 我按了删除键 他也成了我的过去式 我说到对的妈妈 儿子从没说过谎 我说的是真的 四个长辈面面相去 如果我说是真的 那就一定假不了 因为这些年 我连一次谎都没有说过 柳如烟的爸爸一阵的叹息 子清啊 多好的孩子呀 可惜我家小烟 恐怕没有这个福分了 在出院的那天 柳如烟的爸爸 真的把柳如烟带过来了 他被爸爸和妈妈 连拉带扯着站到我的面前 满脸不情不愿的样子 为李子清 你又要闹哪般呀 真的是烦死人了 怕柳如烟的爸爸 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吧 柳如烟你赶紧给子清 赔礼道歉 自己做错了事 居然还要埋怨子清吗 我静静地看着柳如烟 心中没有任何的波动 爱他时 我是他如珍宝 如今我心里 再也没有了他的位置 他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他的确欠我一个道歉 可是他却迫气得很 脸上还印着他爸爸 刚刚打过的掌印 嘴上却还是不老实 哼 到哪门子欠啊 那天 明明是他多管闲事 而且 吃亏的也是一腾城 倒是李子清 应该给一腾城道歉才对呀 我心中苦笑 这个女人 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他被他的小混混 彻底洗脑了 我说道 叔叔 算了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妈妈 爸爸 我们走吧 我连多看柳如烟一眼的医院 都不再有 我跟家人走向了医院的外头 而柳如烟的爸爸和妈妈 试图教回我 我却没有回头 别了 这一切 算是我跟过去的爱意 做了一下最后的告别吧 但是 柳如烟的声音 却还是流入了我的耳朵里 爸 妈 你们慌什么 这个笨蛋永远都会围着我转的 瞧瞧 就算我没有道歉 他不是也没有怪我吗 可是 这话刚说完 又是好多声巴掌的响声 柳如烟不停地哭泣着 爸爸 你干嘛呀 你又因为一个外人来打我 柳叔叔怒吼着 我告诉你 赶紧跟那个小混混分了 不然 我打你就不会只有这一次了 如果再不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就跟你妈再生一个孩子 直到没有你这个女儿 柳如烟也是铁了心 跟伊藤诚在一起 娇喝道 让我不理阿念 做梦 我宁可不认爸妈 也要跟我的阿念在一起 柳如烟大哭着跑向了远处 叔叔和阿姨气得直跺脚 哎 家门不幸啊 这孩子 太不懂事了 这个家 迟早要被这不懂事的女儿 给拜光了 自从我心里不再有柳如烟以后 天都是明的 每天 都是神采一役 我的生活 非常的充实 我计划着做生意 出国游玩 总之 光明大道多的是 想怎么走 都看我的心情 突的 这天 柳如烟又来找我了 通常 他来找我 都是问我要东西 要钱 或是被一腾城打了 求我为他出头 然后 在我帮完了他以后 他再反手跟一腾城走到一处 把我变成那个被抛弃的一方 以前 我也忍受分了这种交往方式 不知道 这一回 柳如烟找我 又是为了什么事 李子清 先给我拿五十万 我家里给我断粮了 这五十万 先应应急 不够的话 我再问你要 我都笑不活了 怎么着 他问我要钱要惯了 一伸手就是五十万 而且 他没有任何还的意思 还说什么 不够会接着要 我早几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任他予取予求的李子清 我冷哼一声 说道 哎 不对啊 你是个有男朋友的女人 缺钱了 你应该问你男朋友要啊 他才是应该养你的那个人 你犯不上问我来要钱吧 柳如烟却还没有意识到我态度上的转变 依然顾我的说道 不成了 阿念出去玩 被一个妃女搞走了六万块钱 我得帮他还债 我都无语了 一腾城出去泡妞失手了 而柳如烟却还认为 自己的男朋友出去泡妞是理所当然的 竟然还大言不惭的在我这里拿钱 去帮他男朋友还债 接着 柳如烟说道 阿念的出租屋有点老旧了 我不管要帮他还债 还得帮他重新装修一下屋子呢 而且 以后的生活费 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初略算下来 五十万只是一个基本费用 我的个大天啊 他这是拿我当怨大头了 我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都是我爸爸和妈妈做生意辛苦赚来的 他这是闹哪班呀 还当我是他以前那只田狗呢 这个死恋爱闹 为了垃圾小混混付出了所有 却不停地在我这里索取 我特么真是该他的 我直接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有 我以前从来没有拒绝过柳如烟 此时的反应 令柳如烟瞬间懵逼了 怎么着 你是真的没有 还是不想给我拿呀 你们家条件那么好 怎么会连五十万都没有 我说道 如果你不傻 就应该听得出我是善意的拒绝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 凭什么给你五十万 在他的恋爱脑中 还当我是那只对他从来不会拒绝的田狗 柳如烟一阵的默然 好半天 柳如烟急道 行了 李子清 你不就是在跟我赌气吗 你想等我说出那句道歉 对不对 你放心 我永远不会跟你道歉 他还在以为 我会先向他低头 因为 以往我都是这样做的 只是 以后 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了 我去政务大厅办理护照 准备出去旅游 开阔事业 如果可能的话 还有可能留在国外 在外面留学 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可是 就在我刚刚办理好护照的时候 却在大厅里跟一个女孩子撞到了一起 习惯性的 我先跟对方说了声不好意思 而那个女孩竟然是我们大学的校花 她叫一婷婷 是我们戏模特队的成员 对于一婷婷 我的印象很深 美女嘛 谁又不会多看几眼 柳如烟长得很美 但是 跟一婷婷却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而一婷婷 居然对我也有着印象 哇 我在戏里见到过你 学长 你叫李子清是吧 每一次捐助希望工程 都是数你捐的最多 我摸着头 不好意思的说道 还好吧 能多做点好事 我还是不拒绝的 我们只是简单交谈了几句 就发现 居然很有共同语言 而且 她性格很开朗 到了吃饭的时间 居然主动请我吃饭 她问我想吃什么 我选择的是一家高档西餐厅 这里的消费很高 当然 我不会真的让一婷婷结账的 只是 我们刚点完了餐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阿念 多吃点 不补身子 一腾城的声音在不远处那间卡座响了起来 狗屁 说好的吃西餐 可是 你点的都是什么垃圾 连块牛排都吃不上 还特么好意思说请我吃西餐 柳如烟那委屈的语音说道 可是 现在手头有点儿紧啊 一顿高档餐费就要上千块 先忍一忍吧 等我搞到了钱 一定请你吃最爱吃的战斧牛排 好不好 我向他们那边看了一眼 刚好 他们也是一转头 看到了我的存在 而一腾城的注意力却没有在我的身上 她一眼就瞄上了一婷婷 接着 她的眼光就不曾有一刻离开一婷婷 一婷婷虽然穿得既淑女 又保守 但是 她的身材太好了 一腾城不停地把眼睛挂在一婷婷的身上 扫射个不停 柳如烟也是顺着一腾城的目光 看向了一婷婷 啊 你不是一婷婷吗 一婷婷奸然一笑 说道 柳如烟学姐 您好 柳如烟向我交贺道 李子清 你够了没有 再生我的气 你这是在拿一婷婷来气我吗 我多懒得理会想象力丰富的柳如烟 直接说道 你想多了 我觉得 以后 我多说任何一句话 我跟婷婷还要用餐 就先不打扰你跟你男朋友了 听到我的说话 柳如烟马上神色就异常的恼火 她的脸上 一阵红 一阵白 李子清 你跟我说明白 你最近对我这么反常 是不是因为这个一婷婷 我真的是双Q 柳如烟的想象力还真的是丰富 如果说 我对柳如烟还存有什么念想 那么一定是她对我的侮辱和折磨 我讨厌她还来不及 怎么会还想着跟她有什么发展 柳如烟 我不想搭理你 请你自重 我对你烦得要死 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 让我对你的反感更加的加剧 哪知 柳如烟却更加的不乐意了 李子清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我可是跟你自小长大的青梅竹马 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你说你烦我 讨厌我 这怎么可能 谁信呀 我知道 柳如烟一旦闹起来 十足是个泼妇 我拉着一婷婷 说道 婷婷 我们换一个位置吧 这里总有人狗叫 打扰我们的亲近 我们站了起来 转身去另一间卡座 可是 柳如烟却拉住一婷婷的肩头 你给我站住 不许走 李子清 你给我说个明明白白 你连那么点钱都不肯给我 现在原因可算弄明白了 一婷婷 一个不要脸的臭女人 原来是你在勾引李子清 以往 因为我对柳如烟百般宠爱 所以 对她所做的一切 都无视 现在嘛 我心道 这个贱女人 真特么是个病泼妇 我挡在一婷婷的身前 怒喝道 柳如烟 你再感动一个一婷婷试试看 别以为老子不敢打女人 快带着你跟你的混混男友滚出去 不然 我连你们两个一块走 我真正愤吼起来 就像一头发狂的狮子 柳如烟被我吼得不知所措 这么多年 我还是头一次对她发怒 她根本无法忍受我的疏离 泪水 在她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溢了出来 李子清 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对我大呼小叫 而一腾城 也冲上前来 李子清 你几个意思啊 我冷喝 垃圾 穷笔 离我原点 我讨厌闻到你身上那股酸臭味儿 扑的 一停停淡淡的 柔和的声音 响了起来 哎 做男人 得失败到什么程度 居然还要女朋友花钱 满足自己吃西餐的愿望 以前不说 还怪女朋友点的餐不合胃口 这话太有杀伤力了 一腾城被一停停说得抬不起头来 柳如烟看着自己爱如珍宝的一腾城 被一停停所鄙视 快要发疯了 柳如烟怒道 一停停 你懂个毛的 我家阿念怎样都不用你来指手画脚了 你个贱臂 先是勾引李子清 现在 又来打击我家阿念 你是不是见得乐 看着柳如烟满是脏话的嘴 她那本来长得还不错的五官 因为憎恨而变得扭曲 这副样子 让人觉得分外的恶心 我心里一阵的作偶 我都搞不懂了 当初 我得是执着到什么程度 竟然把这种女人 当成自己的白月光 一南平 柳如烟的吵闹 还没有停止 我家阿念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经济条件 她也是欠了不少的钱 但是 光 啪 一脚 加一击大巴掌 呼得柳如烟整个人都懵比了 嘴角 不停地滑落下鲜血 一腾城怒喝道 柳如烟 你快闭上你那个乌鸦嘴吧 谁说本少没钱 谁说本少欠债了 老子带你出来是长脸的 不是让你出来乱讲话 让老子丢人现眼 懂 柳如烟正正地注视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心爱男人 他连哭的力气都不再有 一腾城指着柳如烟 狠狠地喝骂道 贱婢 不会说话 不会办事 现在 连钱都没有了 老子真懒得在打理你 说完 一腾城也不管柳如烟 自己甩着肩膀 就走了出去 柳如烟看着一腾城逐渐远去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而我 则是带着一婷婷走向了另一处的卡包 对不住啊 在你的面前失礼了 我可以不理会柳如烟对我的无礼 但是 我跟一婷婷还是第一次约会 她就遭受了这种非人的虐待 所以 我一定要跟她道歉才能显得足够尊重 一婷婷神色温和 向我问道 子清学长 柳如烟是爱着你的吗 我毫不犹豫 说道 当然不是了 她爱的是那个人渣混混 而且 她为了那个混混可以去死 她都可以为了一腾城而杀了我 一婷婷甜美地微笑着 可是 柳如烟学姐在见到我们一起坐下的时候 她明显是吃醋了 吃醋吗 因为我 不可能的 我还想再解释一下 一婷婷却说道 算了 我们不提不开心的事了 学长 我们一起用餐吧 见到服务生把餐品摆了上来 我跟一婷婷愉快地拿起餐具 我们边吃边聊 虽然 不能说我们有什么感情上的深话 但是 好感 肯定是有的 出乎意料的是 当我跟一婷婷吃完饭 走出餐厅门口的时候 柳如烟竟然还守在出口处 她傻傻地 带有几份悲伤地蹲在门前 见到我们出来 柳如烟急忙站起身子 她在发抖 不知是动的 还是神情上的紧张 她的脸上 被一腾城打上去的巴掌印 还没有消去 一婷婷说道 紫青学长 好像 你跟柳如烟学姐 还有些话要说吧 那么 我就先走了 我向一婷婷说道 那么 就下次见吧 我们摆了摆手 表示再见 一婷婷双伤再现 总是很懂得理解别人 相比之下 柳如烟可就不太能拿得出手了 见到一婷婷走了以后 柳如烟抱住了我的肩头 她不停地晃着我的胳膊 她双目红肿 痘大的泪珠掉个不停 紫青 我 这表情 就仿似以前 她被男朋友打了 或者 被爸爸 妈妈骂了 而来到我的身边 寻求我的安慰 只是 她没变 我却几经再也不是以前的李子青 那个爱了她这么久的舔狗 几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英伟的男人 一个再也不会随着她的意志为转移的李子青 我退后了几步 跟柳如烟保持好距离 柳如烟先是一正 然后 一脸的悲伤 子青 你还在生我的气吧 我知道的 你怪我不听话 怪我冤枉了你 你别再生气了 这一次 我先向你低头认错 怪了 回到我的身边好吗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 一切都几经晚了 如今的我 再也听不进去柳如烟对我说的任何话 可是 柳如烟却跟施新峰一样 他猛地扑在我的身上 子青 别离开我 别不理我 呜呜 现在一腾成这样对我 你又不理我了 我的天都他了 我纠正道 你可住嘴巴 你跟你男朋友的事情 别跟我扯上什么关系 我只当你是路人甲 你应该有些边界感 不是吗 你也这样提醒过我 听我这样说 柳如烟死死地盯视着我的眼 都跟不认识我一样 他彻底的慌了神 子青 你别这样对我 我好害怕 你给我的感觉 太陌生了 柳如烟对我的贴近 让我觉得反胃 我再一次把他推得远远的 我说道 柳如烟 你跟我说过的 你不需要我这种人在你身边 我没有边界感 我让你反感 我让你恶心 现在 我彻底不打理你了 你又为什么热脸贴上冷屁股 柳如烟五官都挪移了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啊 与孩子们 总会说一些气话的 我拒绝得更干脆了 有什么气话 也是应该你对你男朋友说的 我犯不上听你说这说那的 我再一次提醒你 请注意边界感 扑的 柳如烟表现得很坚决的样子 子青 我误了 一腾成他对我并不好 一直待我如天上名誉的男人是你 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我的身边来吧 我无动于衷 实在抱歉 你这个女人 不值得信任 我的心 子青早就进入止水 还请你也放下自己的执念 从此以后 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老死不相往来 才是对各自最后的一点尊重 柳如烟都快急疯了 他为了对我表达忠心 当着我的面 给一腾成打去了电话 喂 一腾成 你个傻比 你这个打女人的混蛋 死掉丝 我们正式分手了 你特么赶紧去死 打完电话 他马上就挂断 子青 我的行李也不要了 一腾成那边 我再也不会去了 子青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见一腾成 让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 以前 一腾成骂他 打他 比这在严重许多倍的时候都有 大雪天 把他赶出屋子 下着大雨 不给他雨伞 让他一个人在马路上 没有落脚的地方 这些时候 都有过 但是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一腾成 从来没有变过心 现在 我对他的好感不在了 柳如烟为什么却成了一副模样 他不再坚持对一腾成的爱意 拼死拼活 好话说尽 也要回到我的身边来 拖的 一听听告诉我的那方话 在我的耳边回想起来 他提醒过来 柳如烟吃醋了 而且 他感觉 柳如烟是喜欢我的 到现在 我都不敢想象 柳如烟爱上我了 我觉得 大概是他的占有欲再起作用 他见不得自己的东西 被别的女人所占有 所以 他发了疯的要夺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再回到他的身边的话 他会因为对我失去了兴趣 从而 再回归到以前的情况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猜 情况大致会是这样吧 他只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儿 这一切 无关爱情 我说道 如果你确定自己 已经真的可以离开一腾成了 那么 我会为你感到高兴 你离开了一个人渣 一个混混 一个灾心 不过 我们却是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最多 我可以跟你做普通的朋友 柳如烟死死地定在了原地 他备受打击 以往 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过重话 现在 我一而在 再而三地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几经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 我看着无所适从的柳如烟 摆了摆手 说道 朋友 再见吧 如果你听劝 就好好回家 跟你的爸爸和妈妈承认错误 你最对不起的人 是他们两位老人家 我走开了 而柳如烟 也真是听了我的话 他回到了家里 乖乖地跟双情承认了错误 而且 他还在朋友圈儿里表明了态度 他删除了关于他跟伊藤城的一切 并且 发表了单身宣言 在朋友圈儿里 他话里话外 透露着对某个男人的爱意 我们这些朋友们 全都不傻 他们看得出 柳如烟爱上我了 他发誓 要跟我在一起 他还说 要弥补一切对我的亏欠 我也就只有喝 喝了 早干什么去了 谁家好马 还吃回头草呀 但是 我的决绝 并不能打乱柳如烟的决心 时不时的 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儿里 或者微博里 总是上课 各种小语言 小段子 层出不穷 什么 从小的爱情才最真挚 无论如何 他都要挽回那段 曾经没有去珍惜的美好 还有 他说 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女人 在他的面前 抢夺他的爱情果实 他要用生命 来捍卫自己的感情 我心道 这都是写给谁看的 我天天忙活的事情 有不少呢 哪有功夫搭理他的无病身影 不经意间 偶尔看到了他的宣誓 我也只是一笑了之 他发疯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早都不再当真了 那一天 我过生日 一婷婷给我发来了微信 子清哥哥 生日快乐有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我好奇 回到 婷婷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一婷婷说道 我在你的QQ空间里踩到的 我心道 一婷婷还真是细心啊 居然为了查我的生日 特意去踩我的空间 子清哥哥今天有什么事忙吗 接着 一婷婷也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如果有事的话 也推掉 给个机会 让我请哥哥吃饭 我不好意思让一婷婷破费 可是 又不好拒绝掉她的好意 便说道 好吧 时间 地点 你定吧 我会赴约的 一婷婷跟我约了一家日料店 这家店面很讲究 消费也比较高 一婷婷也是盛装出席 她穿得很得体 不厌 也不俗 好像 她很了解我的神美口味 我对一婷婷的印象一直就很好 我们就坐 一边吃东西 一边谈天说地 虽然我们才是第二次约会 却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我们彼此毫无保留 我讲到我小的时候 掏鸟窝 她则说 她被小偷偷过文具盒 我说 我被小混混结过钱 她则鸣嘴微笑 她说 她也被坏人盯上过 吓得她好几天不敢上学 我们越聊越开心 以前 我心心念念的只有柳如烟 自从她跟一婷婷在一起之后 我连一天开心的日子都没有过 但是 现在我发现 我开心得要死 跟一婷婷在一起 我每一秒都无比的欢愉 很快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 我们用过餐 我送她回家 到了家门口 我跟她道了歉 这么愉快的一餐日料 足够我回味半生 可是 她却在那并不昂贵的包包里 取出一个精美的小包装 子卿哥哥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含笑接了过来 既然是一婷婷的一片心意 我也没有理由回绝 刚回到家 我就吓得一跳老高 只见柳如烟 针斥着水果沙拉 穿着我的睡衣 坐在我家沙发上 看着大背头 哎呀 宝子 你可回来了 我帮你收拾了家里 你一个人住 总是搞得乱糟糟的 没有一个女人 帮你收拾家务怎么行呢 接着 柳如烟又去到了厨房里 只见她推出了一个手推车 上面 堆着一只老大的蛋糕 登 登 我的爱人 李子清 生日快乐 还记得 曾经 我问过柳如烟 我说 严儿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过一次生日啊 我好想有那么一天 可是 那时的柳如烟 却是我如同垃圾 她说 一个大男人 过什么生日 跟个娘们儿似的 不要个脸 还好意思叫女孩子给你过生日 转过头 第二天 她就发了朋友圈儿 那上面是她跟伊藤城 在生日城庆生的图片 并且 佩文 永远给自己心爱的她 过每一次生日 那天 我哭了 我心爱的女人 心中从来没有过我 现在 当我不再爱了 她却上赶着来给我庆生 可是 这又有什么意义 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 我几经不再稀罕她的蛋糕 和轻生的话语 我一副无聊的表情 也不知柳如烟 是真的没看到 还是假装无事 说道 紫青宝子 我一直没吃呢 就为了等你回来 来 一起吃蛋糕啊 我放下了伊婷婷 给我的礼物 然后 我坐在了一旁 以无比比试的眼神 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 请你自重 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 请你不要打扰到我 我们之间 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 可是 柳如烟 绝根什么都没有听到似的 她用打火机 点燃了生日蜡烛 快 宝子 来许愿 人家花了一斤二定的品牌蛋糕呢 我又说了一遍 真的没必要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重 我希望你自己知难而退 刚刚还喜笑颜开的柳如烟 突然间泪如泉涌 她狠狠地把蛋糕砸在地上 那蜡烛的烛液流得满地兜地 李子清 你有完没完了 我现在这么卑微地在你面前 第三下四 委屈求全 你还要我怎么样 如果你恨我 那你就打我呀 如果打我 你还不能解气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送给你 换取你的回心转意 这都还不够吗 她哭得越来越伤心 她歇斯底里 无所失从 我摇着头 叹息着 真的很抱歉 我希望你自觉一些 在我的心里 我们早起一拍两散 一别两宽 柳如烟突堤一转头 看到了那个精美的小礼物 语人的敏感度 使得她一瞬间 好像什么都懂了 李子清 你根本一整天都没有回家 说 你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出去跟一婷婷过生日去了 我曾经跟一腾城在一起过 所以 你就一定要找一个一婷婷来刺激我 行了 再回到我身边来 我可以接受的 我头脑发懵 柳如烟几经陷入了思想的误区 她不是不能相信 而是不愿相信这个现实 方方面面 她都比不上一婷婷 我怎么能不去喜欢一婷婷 而对她这样一个激进疯狂的女人再次产生好感 我不得不加重了语气 说道 柳如烟 请你离开我家 你这几经构成了擅闯他人的住宅 这是违法行为 如果我叫警察过来的话 相信你不会有好下场 柳如烟气呼呼的道 好啊 你还在吓唬我 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争取的话 当心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台阶下 我的个老天啊 搞来搞去 她还是一直在给我台阶下 这是什么脑回路啊 这个恋爱脑的柳如烟 真是疯的啊 我说道 谢谢你 很感谢你给我的台阶 但是 我不需要 您收回吧 柳如烟气脑的表情 易于言表 她收拾着自己的衣衫 向门口走去 拖的 她停了下来 说道 李子清 你知道我对你有多好吗 现在易腾诚天天给我打电话 跟我道歉 可是 我还是没有给她机会 我正在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考虑 至少 易腾诚的态度比你要诚恳 她比你更懂得坚持 而你呢 给你机会 你也不中用 你明明心里想 嘴上却不敢承认对我的爱 你这个胆小鬼 我都笑不活了 她觉得 她所认为的就是对的 我居然还在爱着她 别逗了 而那个小混混 大抵 只有在缺钱花的时候才会哄着她 骗她的钱 当她再次回到易腾诚的身边 那个男人则是会接着打她 骂她 她还是一副没脸没皮的掉样子 真的是无可救药 我无话可说 但 我还是没有忘记送去祝福 但愿你跟你男朋友长相厮守 永结同心 柳如烟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以死亡凝视的神情注视着我 然后 摔门 拂袖离去 就是因为这么一闹 我都忘记拆开易婷婷送给我的礼物 后来 柳如烟居然真的去找易腾诚复合了 她从家里搬了出去 再次住进了易腾诚那个破破烂烂的出租屋 柳如烟的妈妈气得快要崩溃了 我心道 随她去吧 我这边 一直在张罗着出国 而我 跟易婷婷走得也是越来越近了 易婷婷呼地问我 我给你的礼物 子亲哥哥有没有拆开 我急道 哎呦 真是头大 居然忘记了 我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拆开的 易婷婷却没有回答我 不久 我听说 柳如烟居然怀孕了 而且 柳如烟大言不惭地带着自己的未婚夫 回到了自己家那个大别墅 她的意思在明显不过 就是想以孩子的名义 逼着她的爸爸和妈妈妥协 不仅要求柳爸爸给他们钱 还得承认易腾诚在他们柳家的合理地位 可是 结局却没有得尝他们二人所愿 柳如烟的爸爸 直接就让两个人滚 以后不许再踏进柳家一步 而柳如烟 则是到处翻身份证 户口本 银行卡 她说要给孩子上户口 还要拿走两百万的营养费 让孩子以后有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老两口 被这不懂事的孩子气得当成病发 住进了医院 可是 柳如烟竟然没有半点心疼自己的爸妈 而是跟一腾诚手拉着手 走出了她家的大别墅 什么营养费啊 无非就是拿走这笔钱 供他们两个人进行挥霍 等到花光了这笔钱 他们还是会再次回到家里 接着要营养费的 这个女儿 成了柳家永远填不完的坑 不过 她自有她的生活 听到这种消息 我也只有叹息一声 为柳如烟的爸爸和妈妈感到悲哀 对于柳如烟 我则是无感 她爱跟一腾诚怎么乱搞下去 都随意了 一婷婷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快到在半秒钟之内 接起了她的来电 子清哥哥 陪我去郊游吧 我连忙开心的回到 我的荣幸 我妈妈看到我这种通话表情 说道 可以啊 子清 能让你这么开心的女孩子 一定差不了 妈支持你 我苦着脸 羞涩的说道 老妈 我尽量争取吧 可是 一婷婷却并没有开车 直接跟我去交友 而是把我拉到了医院 子清哥哥 柳如烟学姐出事了 我没有直接通知你 先来这里看望她 别生我的气 我知道 她善解人意 怕我不来 所以才直接把我带到这里 我心领神会 毕竟做不成恋人 还是普通朋友 看望人家一眼 也是应该的 只见柳如烟躺在病床上 打着点滴 她满脸的痛苦 医生在一旁不住的叹气 哎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 怎么都好 为什么如此不知自爱 孩子打没了 还大出血 以后的生育都成问题了 柳如烟半闭着眼睛 泪水 在她的眼角不断地滑落 我轻声问道 小烟 你还好吗 为什么闹到这不田地 伊藤城呢 她怎么没来陪你 柳如烟更加地伤心了 小烟吗 子清 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称呼过我了 我哪有心思听她诉说这些过往 直接就通知了她的爸爸和妈妈 往医院看 很快 柳如烟的爸爸和妈妈就来到了病房 柳如烟妈妈哭叫着 伊藤城 这个死渣男 他是什么变的 怎么忍心把我家小烟害得这么惨 柳如烟的爸爸也急怒道 子清是多么好的孩子 为什么小烟的男朋友不是你 而是那个伊藤城 如果子清能跟我家小烟在一起 小烟一定会非常幸福 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躺在病床上 柳如烟爸爸问着柳如烟事件的详情 柳如烟怎么都不肯说 可是最终还是在威逼下说出了事情 是伊藤城做下的恶事 当柳如烟给他钱的时候 伊藤城还能对柳如烟好点 可是柳如烟在钱的方面不能满足伊藤城的时候 他就连装都不装嘛 柳如烟每天搭着肚子给他做饭 而伊藤城则是每天打游戏 泡妞混酒吧 柳如烟只能像个怨妇一样 苦熬着等候自己的男人回家 如果伊藤城赢了钱 还能给柳如烟一点好脸色 反之 伊藤城在外边被女人给打了 骂了 那么他回家一定会冲着柳如烟来撒气 终于 这一次打得狠了 直接把柳如烟打得流产 柳如烟是自己打着出租车 跑来医院自救的 而伊藤城则不知所踪 柳如烟说完了这些 居然忍住了眼泪 并没有哭 我听人说 一个人真正到了伤心之处 反而不会哭出来 因为哭即干 血即净 子清 我真的错了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 早早地跟伊藤城分手 这个人渣 他就是个骗子 是个烂人 我 柳如烟看着我 和站在我身旁的伊婷婷 却始终没有再接着说下去 但是 我跟伊婷婷相识对了一眼 我们都知道 他接下去要说的是什么 柳如烟的妈妈边听边哭 小燕呀 我跟你爸真的经不起惊吓了 你不能再这么不懂事了 跟我们回家吧 如果你再这么跟小混混走下去 迟早要完蛋的 而柳如烟的爸爸抓着头 恨恨地道 伊藤城 我要杀了他 别让我撞见他 不然 我要让他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认得爸爸跟妈妈说什么 柳如烟好像都没有听进去 他直直地看着我 说道 我明白的 从我跟伊藤城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错误的开始 我觉得我是个不同凡凡的女孩子 我可以改变伊藤城的放浪不羁 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可是我错了 我先进去之后 只会错上加错 他这种人渣 不配得到我的爱 李子清 你当初跟我说的都是对的 柳如烟虽然身体很虚 脸色很差 但是 却看得出 他越发的激动起来 他的身体抖个不停 子清 我一直做着同一个梦 我们小时候 一起伴夫妻 我是新娘子 你是新郎官儿 你说过的要保护我 爱护我 你要护我周全 成就我的一生 你还有印象吗 那是我们青梅竹马时期的印证 我从没有忘记过 不过 记住 不代表接受 我说道 我自然是记得的 而且 我也会把我们的美好回忆 当成笑话 讲给婷婷知道 我要让她一起感受 我们曾经有过的快乐 一婷婷看向我 她的眼睛都几斤拉丝 对 我要的就是这种 在柳如烟身上 没有体会到的爱的感觉 而柳如烟 却一阵的悲凉感 她似乎还想再次的挽留我 看得出 她还是想跟我重归于好 她说道 子清 你看 我的身体这么差 你留下来照顾我好吗 我心中 几经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为了让一婷婷放心 我不可能再照顾柳如烟了 而且 保不齐 我把柳如烟照顾好了 她病痛全消之后 没准心血来潮 再次去找一腾城 这个女孩子 可是大有可能 做出这种事情的 我说道 既然你的爸爸和妈妈就在身边 我就还是不打扰了吧 我跟婷婷先走一步 你们一家子 应该还有话要说的 柳如烟见我要走 急忙要坐起来 她这一动 床单上又见了不少的血 叔叔 阿姨连忙求着我 不让我走 子清啊 行行好 别走 再留下来陪我家小烟待一会儿 我心里有数的 柳如烟这是在用软膜功夫 强行强暴我的意志 不是说谁可怜 谁就值得同情 讲真 我做到这份 几经是人之意境了 难道我留下来陪她 她的病情就会好转吗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辣好人 虽然柳家人一直在阻拦我 但我还是拉着一婷婷走出了病房 叔叔 阿姨 再见 我还要陪我家婷婷 柳叔叔急到 子清啊 你看 小烟多喜欢你啊 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阿姨也说道 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你也不能就这么甩手而去啊 我喝了一声 以往的交情嘛 以往 柳如烟打过我多少回 骂过我多少回 我给她出过多少钱 从来没有要过一次 她被打 我替她出头 她挨骂 反过来就骂我 我当她的出气筒 我做的几斤够多了 希望 让我解脱一次 如果再多跟柳如烟待一会儿 我怕我的女朋友会误会 我不是那种 会让另一半心痛的男人 我再一次拉着一婷婷 向外边走去 而柳如烟终于追下床外 咚的一声 她狠狠地摔出了好多的血 子清 别走 子清 留下来啊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陪陪我 求你 我连头都没有回 跟一婷婷走了出去 在外边 一婷婷笑着看向我 子清哥哥 你说 我是你的另一半吗 我脸一红 不太好意思回话 一婷婷说道 如果你 你只是为了掩饰自己 我可以当作 你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沉默 心想 如果我在这时候说出口 会不会 一婷婷会拒绝我 这种场合 是不是不太庄重 准备也不是很充分啊 至少 也应该准备些鲜花 项链 戒指之类的吧 这时 一婷婷再一次提到了 子清哥哥 我送你的礼物 你是不是应该看一下啊 哎 一婷婷不说 我真的是又一次忘掉了 我从口袋里 取出一个音乐盒 那盒子很精巧 只要一打开关 就会转个不停 音乐声 也是动听的世界名曲 一婷婷眼中放光 呀 子清哥哥 原来你拆开了 这是大意识 你送给我的礼物 现在 我送还给你 一时间 我回忆起以前的时光 那时 有一个小学妹 每天都很纠结于学习知识 提海 让她不胜其烦 而我 则是看到了这个小学妹 把这个音乐盒送给了她 没想到 师哥这么久 一婷婷竟然把这盒子 又送还给我了 许久以后 柳如烟的爸爸 终于抓到了一腾城 把这个人渣 送进了牢子里 一腾城居然还为自己辩护 说那一切都是柳如烟自愿的 而她 只是邪从而挤 终于 柳如烟这次硬起起来 她没有再给一腾城机会 一腾城 在大牢里 有的几十年好蹲了 当我跟一婷婷一起去往飞机场 要出国的时候 柳如烟追到了后机大厅 虽然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她的脸色 依然灰白 身体显得很瘦弱 但是 却神情坚毅 她向一婷婷说道 我想跟子清说几句话 一婷婷则是很大方的笑道 是我的跑不了 不是我的 抓不住 你们随意 一婷婷把头侧向了一边 而柳如烟抓着我的肩头 满脸的气苦 子清 看着我 你确定 你真的要走了 还是跟一婷婷一起走的 我说道 是的 你也看到的 我得离开这座城市了 柳如烟抓着我的肩头的手 更加的沉重了几分 如果我说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 无论天涯海角 你留学 我就陪着你 你旅游 我就跟你一起看极光 你坐飞机 我就给你送降落伞 可不可以 我打断了她的话 不好意思 别想太多了 柳如烟瞬间不淡定了 我还是不信 你曾经那么的爱我 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 我说道 你也说了 那是曾经 好了 我马上就要过安检了 时间不等人 婷婷还在那边等我 我不想让她多担心 柳如烟脸上 现出了一片说不清的神色 一婷婷又是一婷婷 如果没有一婷婷 是不是你还能 不能 我非常肯定地告诉柳如烟 一婷婷是我的归宿 也是我的执念 而我们的分离 也是必然 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跟婷婷 能够彼此理解 彼此欣赏 大抵 也只有一腾城那种渣男 才可以引起你的兴趣 而我 则适合更加平稳的生活 你们那种暴力的生存方式 我学不来的 柳如烟还在做着最后的侦查 说道 子清 我可以为你改变 真的 信我一次 一婷婷在那边 说道 飞机还有最后十分钟 子清 如果你选择回去的话 我会尊重你的意见 我笑着摇头 傻瓜 说什么呢 对我这么一点信心都没有吗 我再也不理会柳如烟 而是牵起一婷婷的手 我们奔向那属于我们的未来 刚进到机场通道不久 就听到不少的旅客都在议论着 有一个女人哭得晕倒了 还流了好多的血 哎 好惨的 不知是因为些什么 还能因为什么呀 肯定是情变啊 不然 有哪个女人会哭到这么惨的份儿啊 我看着一婷婷 说道 如果有一天 我不要你了 你会不会也像她一样哭 一婷婷慎重地说道 不会哭 但我会死 我扣着一婷婷的手 更加的紧了 人生得意嫌妻 为此悦耳 全文完 你不听得来吗 我扣着一婷婷的手